好的 接下来我要请出四位联盟发起人进行第三轮对决的抽签 有请四位走上舞台 欢迎狗哥盖洋和苏盛宇 欢迎四位 接下来第三轮的主题竞演 未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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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觉得未来是什么叫个未来呢 未来就是可以无限想象的未来 它可以是美好的 还可以是你自己的走出来的 就脚下迈出来的 也就是像我们说人生下来以后呢 三分填竹顶 七分扣打拼 我觉得这个是我对未来的理解 说太好了 在中国说唱巅峰对决的这些说唱歌手们 代表了中文说唱最顶尖的水准 也引领着中文说唱的审美 更重要的是 他们都在用着自己的方式 定义HIPHOP的未来 说唱歌手将通过自己的音乐 给你描绘未来的模样 比赛比到现在这个阶段 然后我们还是更多的想让大家看到我们的可能性 看到我们想要演的舞台 而且我们秉承着我们对未来的理解就是 只有解决现在的问题才能有未来 对我来说非常开心的是我觉得大家能够在一起有那个能量 能够互相激发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对我来说的未来可能也是大家抱在一起的那种能量 对 其实我就是希望未来 我有一天能达到一个很平静的 很不用那么愤怒的状态 很舒服的状态 对 如果说中文说唱 中文HIPHOP是我们现在在开枕阔土 但更多的希望说到未来可能需要更多的孩子们 我觉得孩子们是未来 我想大家感受到这个点